2023年9月12日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火炬 传递到了携伴城市宁波 宁波是本届亚运会 唯一承办海洋运动项目的城市 翻船翻板和沙滩排球两个项目 将在这里的象山 角逐出16枚金牌 这是一场亚运文明 与东方海洋文明的精彩邂逅 也是一场穿越山海 扬帆深蓝的国际盛会 象山曾是历史悠久的千年雨村 如今已是风光秀美的旅游圣地 它拥有6600多平方千米的海域 925千米长的海岸线 和36个百米长度以上的天然沙滩 美丽的海岸线给当地年轻人带来 在家门口旅行的极大便捷 徐瑶 周方佳 赵泽华 黄县诊 是多年好友 家乡办亚运去现场看比赛 成为他们近期共同的计划 为了熟悉路线 周末他们租了一辆房车 开始离场环象山海岸线的 亚运滨海之旅 亚运中心是他们此次旅行的首选之地 因为这里是亚运会翻船 翻版项目的比赛场地 欢迎你们来到亚运中心 你好 亚运中心是不是第一次来 是 那我们一会儿我们就出海体验我们的翻船 我是英海松 我是林菲菲 我们是亚运文旅推介官 英海松和林菲菲被称为翻船夫妻 两人都是浙江省翻船翻版队的退役运敌人 参加过国内外很多大型专业赛事 对对对他一点都出来了 在明天早上六点多又是一个 如今两人在亚翻中心分别担任 竞赛技术运行器材主管和竞赛信息主管 在他们的带领下 四位翻船小白登上较为平稳的 非竞赛型翻船 驶入翻船项目的竞赛场地 起来了 走了 我们开始出海来 出发 这被两条防浪堤环抱的海域 并不是比赛区 而是一个近34万平方米的停泊港池 里面有245个驳位 就像是一个大型停车场 驶出这里才算真正进入比赛区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域 就是我们养院会比赛的这片海域 它那一共有四块产地 我们这一块产地是地区 地区它是叫诺卡拉17和49人 这里产生三块金牌 一共在四片场地当中产生了14块金牌 听着英海松的讲解 在林飞飞的帮助下 他们化身运动员随风驰骋 随浪浮沉 体验翻船运动的乐趣 赵泽华第一次驾驶翻船 因技术生疏引起了大家短暂的景况 于是两位教练的时训课开始了 比赛当中你如果大幅度的 它会有个四速 我们平稳的情况下 它的速度是匀速的 你如果说起转也好 左偏右偏也好 它的速度会有阻力的 松兰山海域一年四季都有风 水流条件好 非常适合翻船翻盘比赛和训练 近二十多年来 一直是浙江省队的训练大本营 亚运会结束后 这里将继续发挥 浙江省海洋运动中心的功能 我们现在是怎么跑呢 首先要跑定分 我们的船从起点到 要这个不能直接到达 它是通过谁执行的 自执行的 左右 左 右 45度角 赵泽华在两位教练的帮助下 渐渐控制了翻船的方向 就像这种感觉 两边翻都是满满的受风了 那就没事了 亚运给象山带来了 全民海洋运动的热潮 在大姆湾 几十名小学生 有的操作翻船航模灵活自语 有的驾驶翻船如鱼得水 完全看不出 他们是仅训练了几个月的新手 他们已经可以给哥哥姐姐们当老师了 我自己在海上跑的船 我感觉我特别棒 借杭州亚运会的东风 象山用丰富多彩的 滨海休闲运动项目 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东旦海滩正在举办滨海运动嘉年华 小伙伴们也赶来凑热闹 感受海上赛车飘移的激情澎湃 坐皮滑艇自由穿梭在碧然的大海 纵情欣赏动静交融的海滨风光 在石浦的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内 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亚运打卡点 沙滩排球中心 这里总建筑面积超两万平方米 主要包括一座主场馆 一座副场馆 五片热身训练场地等配套设施 C字形半开放式的主场馆 环抱着中间的主比赛场地 这里背靠半边山面向大海 随时拥抱美妙的阳光 沙滩和海风 观众坐在蓝白相间的看台上 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紧张刺激的比赛 还能一览波澜壮阔的海景 宋小军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沙牌主场馆 用行动诠释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看看我们后面的来自全国各地的 我们的沙滩排球场馆的工作人员们 通过筹办亚运会 自己都已经会打球了 可见沙滩排球的魅力有多大 难得进入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 踩在从海南运来的赛事规格沙滩上 四位年轻人也忍不住上场较量了一番 虽然刚开始连球都接不住 但重在参与 实战练习一番之后 两个女孩也能像模像样地接球了 徐瑶甚至还具备了攻击性 不打不相识 热身之后宋小军带四人来到室内区域 分享亚运沙牌比赛中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沙滩排球这个项目不但动感 而且它更加能够有一种挑战性 因为它是在户外的 在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环境下的一个运动 所以说这个大坪 作为整个的沙滩排球的天气预报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看 这里已经体现出来强电天气的一个告警 那就说明什么 闪电马上要来了 雷暴天气就要来了 它会涉及到什么 运动员的人身安全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代表 他就会因为这个天气的预报 会对这个比赛能否继续进行 做出一个判断 运动员会对这个天气情况 他会可以提出抗议 所以说我们的技术代表 会很严谨地按照这个气象的预报 很严谨地做出判断 最后决定比赛是否能够在合理的情况之下进行 宋小军是国家级沙滩排球裁判 和场馆运行团队一起筹备沙滩排球项目 已经一年多了 很少和杭州的家人团聚 从一名裁判员到筹备亚洲最高规格赛事的主管 厨师出身的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坚守 休息时间 宋小军经常来这个地方散步 这里就是亚运会沙滩排球技术官员所住的筑地 离场地只有300米的路程 场地里面非常辛苦 但是到了这里又能够让我们的技术官员感受到 江南水乡的那种小镇的那种风情 这代表着象山人民希望通过这里的美景美食 来款待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们 这座江南园林市的建筑群 就在沙牌中心的南侧远离城市喧嚣 观山 听海 相信在成为亚运会技术官员理想住地的同时 也会成为后亚运时代游客休闲度假的不错选择 厨房在海边 味道自然鲜 一段精彩的旅行怎么能缺少特色美食呢 亚运会召开前后 正是当地海鲜种类最丰富的季节 食谱海边大大小小的海鲜大排档 价格实惠 味道鲜美 是欣赏完精彩的赛事之后 品尝鲜味的不错选择 当地许多饭店 酒楼更是纷纷推出 契合亚运特色鲜明的象山美食 石浦渔港古城三面环山 一面向海 是中国海洋渔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沿山而住的食谱 有城在港上 山在城中之称 秦汉石就有先民再次以渔猎为生 唐宋石成为远近门名的渔业商部和海防要塞 头顶的鱼灯随风舞动 像是在欢迎客人 也像是在祈愿出海丰收 平安归来 我是文旅推荐官张以轩 我带你走进千年古鱼香 象山食谱 张以轩是播音主持专业大四的学生 目前在象山亚运办实习 参与拍摄了很多象山亚运宴的视频 让我们敬请期待这一桌大餐吧 象山亚运宴是当地很多酒店 通过挖掘传统相同菜肴 经过餐饮协会打磨 创新推出的象山特色宴席 有印象山海宴 杨帆启航宴 碧海金沙宴等 在这些亚运宴中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主菜都离不开食谱的鱼家美食 张以轩带大家去食谱东门鱼村 寻找最纯正的鱼家味道 东门有一句话叫做新食谱老东门 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呀 那是因为东门的鱼人啊 他们其实是最先开始以捕鱼为生的 对 所以他们出海捕鱼 鱼船也会从这进来 于是慢慢形成了港口 这么大一个食谱港 就是从东门鱼村发源的 很多年轻人也会跑到这来旅游 想感受一下海风啊 漫步海边或者说看看日出之类的 但今天我要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 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最地道的口味 三味鱼扫齐上针 马椒鱼肉瓜泥加淀粉蒸制成肉饼 冷却后切条配菜炒至勾芡 就形成了食谱老又皆宜的鱼姿面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大桌 都是我们的食谱美味啦 其中这一道是食谱名菜之首鱼姿面 它也是本地人婚宴啊或者嫁娶啊 都会上桌的头一道菜 而其他不要看各个盘子里面 都放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啊 其实他们最后都会放在一张卷饼里 那就是食谱 可不能只品尝瑜伽美食 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村落 在悠长的耕海牧鱼生活中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活动和海洋渔文化 每年渔船出海时 渔民祈求平安丰收 举办开阳节活动 待渔船平安归来 渔民为了感恩大海 还会举办泄阳节活动 现在出海已经不是渔村的 唯一收入来源 很多渔民利用自家海警房的优势 开启了渔家乐 还将亚运元素 加入到了客人的体验项目中 几位姑娘被这幅 掐丝发廊沙画所吸引 我们做的这个图画 应该是一个人名下华帆船吧 像亚帆 是的 这是我们亚帆的一个标志 这个小尖尖 稍微带一下 它就流过去了 鱼是古老渔民生命的延续 一张纸 一盘颜料 一条鱼 鱼榻由此而生 赵泽华和黄线枕 跃跃于世 也要体验一下鱼榻布袋的制作 他们会给多宝鱼的身上 增添哪些色彩呢 最早就是为了记录鱼的尺寸大小的 我们也可以选择 跟鱼的本色一样 它鱼的本色就一种颜色 体验一番之后 鱼榻布袋终于做好了 你们第一次做的那个鱼榻 做得都非常非常漂亮 谢谢老师 我这条叫做火烧云 怎么样 好 很契合 那这条呢 我们在东海边上 那就 我感觉有点日出的感觉 叫日出东海吧 嗯 是 乐享亚运朝晚向山 2023年9月1日至10月30日 向山面向亚运门票持票者 推出景区优惠和商业优惠活动 让更多游客体验亚运带来的旅游新消费 沿着顺时针的方向继续前行 几位年轻人驱车来到一处 当地有名的国家4A级景区 大家好 我是文旅推荐官张珍妮 我向大家推荐象山影视城 张珍妮是这里的导游 但这次安排的行程并不同于普通的游客 他们将在象山影视城穿越千年 进入古装剧组 探班影视剧的拍摄 象山影视城拍摄场景丰富 远至春秋秦汉 近至民国 每天都有十几部戏同时拍摄 这是一个网络剧的拍摄现场 演员们正在顺台词 因为各工种都准备好了即将开拍 他们只能站在机位拍不到的角落 光看不出声可憋坏了这几位 离开这里进入影视城的游客区域 他们终于可以自由演绎古代的生活了 在宋代香阳城区域的商铺中 有很多非玩家角色 他们配合游客演戏 还有很多绝活 比如中国古典戏法 三仙归动 你看各位的眼块 我的手块 道具简单 桌子上摆着 看到了 扔进去 过去 进去 没有拿这个放手上 慢一点 过去 大家被杂技顶钢吸引 54公斤重的大钢 需要三个壮年合力才能举起 但在杂技演员的脚上 却可以灵活翻滚 周方佳还被请入钢中 配合完成古代街头杂技 最高难度的表演 这真是一场过足戏远的奇幻穿越之旅 穿越回现代 沿海岸线一路向北 海边的沙滩逐渐被滩涂替代 最近 象山迎来了众多来亚运城市 打卡的游客 当地很多渔村 也迎合全民运动的热潮 将当地环境特色和运动体验 结合在一起 几位年轻人在这里 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呢 大家好 我是文旅推荐官周莹 今天向你推荐一条 象山北岸独特的乡野体验路线 周莹 象山文旅达人 这一站来到的是班兰海岸黄碧澳 作为象山半岛滩途面积最大的内港 西护港常年风平浪静 潮缓滩潜 附近村民以内堂养殖和贪图捕捞为主 村里还有不同寻常的运动项目 快看我身后有超多的漂流艇 今天和小伙伴们一起体验超长漂流滑道 我们出发吧 快出发吧 穿越山谷绿林 感受高空呼啸而下的刺激 周莹推荐的线路风格可都是高耗能的 来这儿怎么能不玩泥巴呢 他们骨子里的象山基因 你好厉害 你呢 我就像打了一场篮球 一场有氧运动 我觉得像是一场马拉松吧 今天很累 但是真的是收获满满 感觉 最出口就真的 对 我们今天的雨水汗水都是非常的值得的 接下来周莹要带他们去一个安静惬意的地方 好好休息一下 这里是象山最北端的露营地 远离城市的喧嚣 山海之间海风轻浮 自由快乐瞬间涌上心头 这里是可以说来就来的露营地 会提供露营需要的一切装备和食材 非常适合远道而来 没有户外露营装备的亚运游客 人们白天体验赛场紧张的赛事 夜晚感受海边惬意的星空 大家在房车里收拾好海鲜 放紧蒸锅 在帐篷或天幕中坐下来 疲惫一扫而光 架上烧烤炉 自选几种补充食材 晚餐立刻丰盛起来 象山有四条风格侧翼的海岸线 在这海岸线附近呢 遍布着大大小小不同风格的营地 这些营地配套设施都非常齐全 你甚至什么都不用带 只要带着一颗想放松的心和朋友家人 来这里就可以获得一场奔赴山海的理想之旅 朋友们水来了 哇 刚好看了 烧烤也好了 好嘞 动感亚运 杨帆逐浪之旅 鲜味亚运 美食向往之旅 乐享亚运 无限影视之旅 万象亚运 乡野闲趣之旅 以亚运之名 到象山开启一段独一无二的休闲运动之旅吧 恒风亚运 阳帆深海 我们在象山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